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4.38呢,加上4又5分之4,乘上0.125,哇,这是一个有分数有小数混合的一个四则运算 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应该要先乘除后加减,所以呢,这个地方有乘号,我们应该要先处理它 所以这边写下来4.38不斗,但是呢,加上后面呢,变成有分数有小数的乘法的时候 我们习惯怎么样先把小数变成分数,所以呢,小数变成分数的时候 当然0.125你可以写成什么,百分之125嘛,对不对,千分之,对不起,千分之125 那4又5分之4呢,我们从带分数变成假分数,所以呢,5420再加4是24 好,这个呢,让它相乘一下 那我们呢,记得一千分之125其实可以约分哦,如果你先约5的话 这边呢,剩下25,这边剩200,好,其实还可以继续约,再约5呢,剩下5 然后这边呢,剩下40,还可以再约,所以呢,你发现最后其实是什么? 是八分之一,这个数字其实未来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就是0.125呢,等于八分之一,这个呢,大家可以常常记在心中 以后呢,你就可以快速的去做转换,OK,这个补充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呢,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这里变成五分之二十四乘上八分之一了 又有什么东西可以约分,当然就是24跟8还可以约啊 所以这边剩下1了,这边剩下3 所以你得到的呢,继续可以运算的式子就变成4.38 加上五分之三了 好,这时候一个小数加上一个分数你可以做什么? 把小数变成分数嘛,对不对? 这我们是常做的事情 诶,可是这一题你仔细看一下 如果你是把这个分数变成小数 是不是其实不困难啊? 因为五分之三就是什么? 就是0.6嘛 那你把它换成0.6的时候 4.38加上0.6 诶,其实这个不难加啊,对不对? 这个算出来最后呢,其实就是4.98 OK,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把它换成 你把4.38呢,变成分数也是可以 可是算出来呢,其实过程反而比较露露灯 比较长 所以这整个题目呢,我们随时要去注意 要去想清楚说,我到底是要把分数变成小数 还是把小数变成分数 那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习惯也喜欢把小数呢 变成分数 但是记得在有些状况下 有的时候你仔细看一下 你把这一个分数呢,转换成小数的时候 反而比较简化可以进行预算 运算哦 好 好 好